偷食蛋糕事件,朱志賢早前已安排了記者會交代 其實同時間無線都安排了黎振業及太太會見傳媒 只不過有傳黎太不想做大龍鳳,所以沒有現身 其實亦有消息說,黎太因為早上突然肚痛不適 以胎兒安全為上,所以才決定留家休息 對了,順帶一提,黎太已有八個月新疑 而黎振業已搬回皇大仙老家,跪求對方原諒 並且向黎太承諾不會再發生徒息事件 黎太念在這麼多年感情及老公的事業 最後決定原諒丈夫一同面對 如無意外,黎振業都應該被急凍放入雪櫃 還有兩個月就是兒子誕生之日 黎振業反而有時間,可以陪黎太安心養胎 麻煩娛樂圈所有消息,天天有影片看 麻煩娛樂圈所有消息,天天有影片看